大家好,这里是若林故事会的频道 今天要讲的故事内容是 领证当天,女友称芒再次放我的鸽子 回到家后,我却收到了她和男助理的结婚证 登记日期正是今天 我笑着把结婚证放在书桌上 转身就提了分手 下一瞬,女友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她语气不耐肖文元你闹什么多大人了,还玩这套 我刚要开口 听到电话那头她助理的哭诉声,雪婷 袁哥是不是误会我们了 你还是快回家吧 我自己可以的,别管她 整天就会这套烦死了 现在你最重要 女友安慰的声音传入耳中 电话挂断,我彻底死心 我正在收拾行李打算搬家的时候 女友李雪婷护着她的小助理卓子诚进门了 文元,你快点去煮糖水 子诚刚刚滴血糖晕倒了 李雪婷目光紧盯着卓子诚身上 满脸的担忧 头也没抬就对我大声下令 我抬眸扫了一眼 没像从前那般应声去迎接她的回来 而是继续手里的动作 李雪婷见我没应声 这才拧着眉台起头 肖文元你听不懂人话时 看到我的动作 她愣了一下 随后黑沉着脸 快步走了过来 肖文元你什么意思 收拾行李 真打算和我分手了是吧 我手上动作没停 懒懒开口分手 还有假 你李雪婷被我无所谓的态度一夜 眼睛冰冷地盯着我 我怎么 我勾起唇角 视线快速撇了一眼 卓子诚 嘲讽的开口 你不是带着老公回家了 我不得赶紧给她疼位置 肖文元你你什么意思 我听不懂李雪婷肉眼可见的紧张起来 眼神也开始躲闪 我吃笑一声 把结婚证摔在她脸上 李雪婷你有意思吗 敢做不敢当 在看到两本结婚证后 她彻底慌了 恼羞成怒的低吼 肖文元你再耍什么花招 这结婚证怎么会在你手上 我皮笑若不笑地看着她 没有开口 僵持下 左子诚带着哭腔开了口雪婷 是我记错地方了 因为和我领证让你和袁哥吵架了 都是我的错 说着说着 她还啜泣了起来 子诚 你没有错 李雪婷一秒变脸 她万分心疼地走向左子诚 护着她小心进门 你既然知道了 那我也不瞒着你了 子诚前两天确诊了胃癌晚期 日子已经不多了 她最后的愿望就是和我结婚 你也知道 子诚从毕业就跟在我身边了 一直给我分忧解难 她不光是我的助理 更是我的朋友 朋友有难 我不能袖手旁观 等子诚我们再去领证 文元 你一定可以理解我的对吧 李雪婷目光期待地看着我 我收回视线 不屑开口她是你助理朋友 更是你老公 有事你和她商量就好 和我商量没什么用 见我态度坚决 她再次拧起眉头 萧文元你至于吗 你怎么这么没有爱心 我都说了 我会嫁给你的 早点晚点有区别吗 子诚是个病人 你凭什么对她态度这么冷漠 左子诚配合着垂着头 眼泪巴哒巴哒 掉个不停 我收起动作 抬眸看向并肩而立的两人 这一唱一贺的样子真是登对 我叔弟笑了出来 看着往日爱人 对别的男人嘘寒问暖 心不痛是假的 但我和她这段感情已经脏了 我不想和她再纠缠下去 嗯 我冷漠 我马上就走 不爱她的眼 我点头回答 随后拉着行李箱快速离开 经过李雪婷的时候 她突然伸手拉住了我 言语中透露着绝情 萧文元 你适可而止 现在马上给子诚道歉 这件事我就倒没发生过 不然 我打断她 嘲讽道 不然怎样再也别回来求你 是吗 让我道歉 她配吗 李雪婷脸色彻底沉了下来 嗓音里的警告 不言而喻 萧文元 你够了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 给子诚道歉 不然别怪我翻脸 僵持中 左子诚扯住了李雪婷的手腕 她故作善解人意 雪婷 你别和袁哥生气 袁哥没错 都是我不好 该走的是我 李雪婷见状 立刻甩开我去安慰她 趁着空挡 我拉着行李箱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出门前 李雪婷冰冷的声音 再次清晰传来 萧文元 你今天出了这个门 就别想再回来 我倒要看看 离开我你这种废物 能有什么美好人生 我还是停下了脚步 回头望了过去 不是不舍 不是反悔 只是想看清 我曾经那么深爱的女孩 此时的面容 是多么让人憎恶 看清后 我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李雪婷曾是我的爱而不得 也是我的全部选择 她一直是高高在上的 李家大小姐 而我只是低近 尘埃里的小人物 我和她相识在大学 可惜并无交集 我每天都会追随 她的脚步上课 下课 吃饭 散步 到最后 为了能多见她一面 干脆发愤图强 学习 转专业 到了她所在的学院 今天之前 我最庆幸的就是 我当初转专业的决定 因为那个决定 推动了我和李雪婷的关系 那时教授告诉我们 如果期末不想挂科 就自己组队去实验里跑数据 我一直是班里的尖子生 李雪婷拒绝了所有是好的人 主动要求和我组队 我还记得当时的我有多激动 看着她娇好美丽的面容 心跳狂飙180 脸颊红的都能把鸡蛋煮熟 李雪婷脱腮看我 眼中带着音音笑意 打趣到萧同学 你再看下去 夏克林就要响了 全班轰笑 我恍然回神 低垂着头顿时感觉无地自容 可李雪婷并没嘲笑我的意思 她解围道都被笑了 能和萧同学成功组队 是我的荣幸 就这样 我和她的关系越拉越近 到最后 李雪婷竟主动和我告了白 我们一起度过了三年半美好的大学时光 是人人羡慕的模范情侣 可尽管恋爱 我也没荒废我的学业 我一直拿着全额奖学金 更是在毕业后 拿到了国际大厂的offer 可李雪婷是家中独女 她必须回家继承家业 看着她不愿和我分离的伤心目光 我二话没说 就拒绝了普通人 一辈子都企计不到的工作机会 和她一起进了李氏 为她能在李氏站稳脚步 出力出计谋 为了不被别人说我靠关系 我干脆从最底层做起 我们的感情愈发稳定 我觉得时机到了 便和她求了婚 可我多次求婚 都被她拒绝 问她原因 她也只是含糊其词 后来我才知道 她身边那时候已经有了佐子诚 佐子诚比我年轻 比我有活力 比我会讨她开心 渐渐的 我和李雪婷的谈话内容 从天南海北 变成了她和佐子诚的日常点滴 我不是没发现她的改变 我也曾多次挽留补救 可是她的心早就不在我这了 不管我用什么理由想要留下她 只要佐子诚一个电话 她便会风雨无阻地奔向她 她把对我的关心 把我的耐心 全部给了佐子诚 对我的态度 除了冷脸 就是抱怨 可尽管这样 我还是不想放手 我再次向她求了婚 这一次 她同意了 可就在领证那天 她再次为了佐子诚 抛下了我 当我看到他们的结婚证 那瞬间 我知道 这一次 我真的该清醒了 回到父母留下的老破晓 靠着墙上父母的遗照 我终于忍不住痛哭了出来 发泄完后 我简单收拾了卫生后 又出门买了日用品 随后便住了下来 躺在儿时那张床上 我飘忽的心突然就安定下来 我睡了长久以来最好的一觉 不用担心李雪亭是否心情不好 不用担心李雪亭是否吃好穿暖 梦中我见到了去世已久的父母 我还没来得及和他们好好说上几句 可下一秒梦却再次变得苦涩起来 李雪亭在梦中质问我为什么对佐子诚的态度这样恶劣 他扯着我的衣袖让我去和佐子诚道歉 心中瞬间腾起火焰 我刚想反驳便被一阵急促的铃声吵醒 我迷糊中接通电话 下一瞬便听到李雪亭火气爆棚的质问声 萧文元你死哪去了 你忘了今天是公司的签约酒会 别人都是成队出现 就我难办没了踪影 你是故意让我难堪的吧 我彻底清醒 忍着不耐把电话拉远你认为是就是吧 萧文元 李雪亭突然拔高了音量 随后听筒里传来的脚步声 应该是换了个位置接电话 他叹了一口气 随后缓和了语气文元 今天是公司的大使 你别闹了好不好你快过来 签约仪式马上就开始了 等今晚的酒会结束 我再和你好好解释 他带着商量的语气和我讲话 我握着手机的手有一颗的松懈 不等我开口 他那边就传来一阵嬉笑调侃声忧 佐助理今天穿得好像个新郎冠啊 还真是 仔细一看 佐助理今天的打扮和咱们小李总真登对 佐子诚略带修奶的开口别胡说 我我是随便穿穿的 见我良久没回答 李雪亭又唤了我一声 我吃笑了一声李雪亭 你的男伴不是已经到位了吗 别再联系我 我不等他回答 快速挂了电话 因为我知道 再不挂断 我难过的情绪就要收不住了 我不想去追忆从前 可是五年的点滴已经完全渗入到了我的生活中 那么多的日日夜夜 我都是在爱他中度过的 我从没想过 没了他的日子 我要怎么过 从前的他 会把我放在第一位 会和我承诺永远 可如今的他 却不再需要我了 眼角的泪水砸在枕头上 我再从从前的回忆里惊醒 心是止不住的痛 可不等我消化情绪 房门便被猛烈的砸响 我下意识的反应是他来了 动作比脑子先反应过来 等我光着脚打开门时 我才发现自己刚刚有多可笑 文元 真是你 你回来了 居委会前大妈看到我后很高兴 热情的拍了拍我的肩膀 是啊前大妈 我回来了 您是有什么事吗 哦对了 光跟你叙旧了 前大妈正色到文元啊 你快下楼看看吧 路口这会子堵了好几辆黑车 说是找你的 咱们社区本来就路窄 邻里的都不能正常进出了 我猝起眉头 跟着前大妈下了楼 领头就见李雪婷的黑车 停在路口处 见到我 车门被保镖打开 李雪婷踏着高跟鞋走了下来 我转就要走 身后李雪婷冷声呵斥 萧文元你给我站住 我没理会 加快了脚步 可下一秒 她的贴身保镖 便挡在了我身前 萧文元 你什么意思 李雪婷踏着高跟鞋追了上了 不分青红皂白 甩了我一巴掌 你太过分了 我歪着脸看她 眼睛里的爱意 已经消失不见 她愣了一瞬 随后冷声开口 你知不知道 我扔下了满市宾客 就为了来接你 赶紧跟我走 我不想理会 可社区小巷 逐渐站满了 看热闹的邻里 我虽不愿和李雪婷 待在一起 可更不愿 站坐别人眼中的话题中心 权衡利弊后 我穿着睡衣 走向了李雪婷的车 后排车窗降下 左紫诚身着正装 对着我 不好意思到袁哥 不好意思啊 我有点不舒服 雪婷就让我陪她坐后座了 委屈你坐副驾了 李雪婷跟了上来 看到我视线定在 后排的左紫诚身上 神情有点尴尬 她替我拉开后排的车门 替左紫诚解围 道紫诚有点不舒服 我就带着她 一起出来逗逗风 文员你不会介意的对吧 后排空间足够大 咱们三个一起坐 我飞快收回视线 主动坐进了副驾驶 不介意 李雪婷被我的态度 弄得十分不悦 张张嘴 最终还是没说话 她摔上后排车门 冷声吩咐开车 车子开动时 林立还好奇地 跟着车子走动 李雪婷因此脸色更加黑沉 她语气不善地开口 真没想到 这么脏乱差的地方 还能助人穿着高定礼服 却来了这么个地方 真是晦气 听到她的话 我透过后视镜瞪了她一眼 讽刺到 李总既然这么金贵 那今天时不该来 你 萧文员见状 可怜巴巴地开口雪婷 是不是因为我跟出来 又惹袁哥生气了要不 我还是和袁哥换个位置吧 李雪婷盯着后视镜里的我 狠狠地开口道 你就坐这儿 我看他能把你怎样 我全当没听见 收回视线 闭目养神 喂一会儿的那场硬仗 养精蓄锐 李雪婷既然你不肯轻易放过我 那就别怪我自己使手段 车子在李氏旗下的酒店停下 李雪婷因为怒气未消 车子停完后便先行下车离开了 他的保镖一直跟在我身后 所以他并不担心我会临时逃跑 我慢悠悠下车后 左子诚则勾着鸡笑迎了上来 他一改往日的懦弱神情 七眼嚣张地拦住我的去路 萧文元你别得意 雪婷现在是我老婆 你现在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小三 你等着吧 最终能笑着站在他身边的人一定是我 那我就先恭喜左助理你 终于成功 麻雀变凤凰了 我笑着拍手 满脸讥讽地和他擦劲过 朝里走去 其实我知道 今天李雪婷执意让我来参加签约会 并不是有多在乎我 而是因为今天和李氏签约的那家龙头企业 是我谈下来的 那家龙头企业的领导层只认可我的能力 特意吩咐两家的业务往来只能由我负责 否则一切免谈 我今天如果不出席 那家龙头企业意识到自己的话被当耳边封 那十几亿的项目注定黄了 所以 李雪婷才会自降身价 亲自去贫民窟接我 刚走到宴会厅大门口 李雪婷就从一旁走来 他拧着袖眉上下打量我身上的廉价睡衣 一脸的比一拟 就打算这样出席还不够丢人的 讽刺完 便拖着我走进了后台的更衣室 他选了一套和他身上的白裙配套的西装扔给我 随后高傲地吩咐化妆造型师给他装造 速度快点 我就像人偶一样 被各种人各种折腾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我还真有点不认识了 这样还算有点人样 李雪婷暴毙站在我身后 言语犀利地点评道 听到他那语气 我没忍住翻了个白眼 其实对于这些外在的东西 我其实真的无所谓 毕竟今晚过后我就要离开他这个圈子 既然今晚是最后一晚 那别人怎样看我 我真不在意 装扮完后 李雪婷强硬地挽着我走进了宴会厅 灯光在我们迈入的那一瞬间打了下来 周边的交谈碰杯声也停了下来 我有些恍惚 总觉得这更像我和李雪婷的结婚现场 果然 下一秒主持人的声音就证实了我的猜想 他轻了轻嗓子 声音高昂地宣读着 祝福爱情第九天长的诗词 随后又到 签约会会在小李总的订婚典礼后举行 随着主持人最后一字落定 我终于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我用力地想要甩开李雪婷 却被他死死抱住手臂萧文元 你今天最好配合我 他语气里满是不容智慧的警告 我吃笑一声 用尽全力甩开他 在众人诧异吃瓜的目光中 我淡然开口 今天这场订婚仪式 是李小姐自导自演的一出戏 我并不知晓 也不认可 我和李小姐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他和他的助理左先生已经登记结婚 我没有破坏人家家庭的习惯 最后 我郑重宣布 我从今日起便不再是李氏员工 李氏后续的所有业务 我都不再插手 最后 我面带微笑地对着李雪婷到我离职 违约金已经打到你账户上了 从今往后 咱们再也不见 李雪婷完全待在原地 他双手近攥着裙摆 愣愣地看着我 随后 我便迈步离开 签约方见我不是在开玩笑 生气地摔了酒杯 留下一句真是笑话就浩浩荡荡离席了 宴会上所有受邀参加的小企业 都等着吃后续的瓜 没人离开 在我要推门那刻 李雪婷终于反应过来 他边下令边朝我这边大喊着 跑来萧文元 你给我站住我再次被保镖拦住 只能停住脚步 回身看他 李雪婷扯着我 委屈开口文元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佐子诚就在这时走了过来 他看着拉扯的我们 小心翼翼地开口雪婷 我难受 你陪陪我好不好 李雪婷没给他一个眼神 满怀期待地看着我文元 你别闹了 也别再和我领证当天 生气了好不好 场面一度陷入寂静 大家都在举着手机疯狂录像 我好心提醒 可李雪婷就像没听见般 扯着我死不放手 我突然就来了脾气 讥讽到李雪婷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把我踹了和别人领证的是你 我放手成全了 又拉着我死活不愿放手的 也是你你到底想干什么 不是的 文元我爱的一直是你 我马上就和佐子诚离婚 我们马上去领证 事已至此 李雪婷已然知道我不是在闹 她眼泪巴哒巴哒掉个不停 稀奇地仰头看我 我面无表情地和她对视 不耐的情绪快要溢出眼表 曾几何时 只要她掉一滴泪 我都要自责好多天 可现在 看着她那鳄鱼般的眼泪 我只觉厌恶无比 我冷漠到 李雪婷你还真是没有心 你的新婚丈夫 正眼巴巴瞪你回头看她一眼呢 你却当着她的面和我拉扯没完 作为一个男人 此时此刻得多丢脸呢 我边说 边眼神挑衅地撇了一眼佐子诚 李雪婷文言紧拧起眉 是一保镖拉走佐子诚 不管佐子诚如何喊叫 她都吝啬施舍一个眼神 她只是一个劲地哭着向她保证人员 我未来的丈夫只会是你 这次是我做错了 我再也不会了 说真的 如果从前的我听到这话 命都可以给她 可现在 我嫌弃无比地甩开她 李氏家大业大的 你也不想在你手上被毁吧 如果你不在意 李氏的骨架会暴跌 我不介意和你在这拉扯不停 话落 李雪婷终于颤抖着松开了手 我则推开大门 急不离开 我没想到李雪婷还是追了下来 她脚上的高跟鞋早已跑丢 路过的地方留下了一串血色脚印 我不动声色收回视线 安静等着网约车的到来 她见到我后 奔向扑进我的怀中 但看到我冷漠的眼神后 她又委屈地停住了脚步 文元 我想过了 什么都没有你重要 李氏有我爸在 他会替我善后好的 他说得十分诚恳 我也听懂了他的言外之意 见我没再出言讽刺他 他小心地走过来 牵住了我都手 仰头看我的眼睛里 蓄满泪水 他撇撇嘴到文元 我的脚好疼啊 我没有回答 视线越过他 看向他的身后 脚疼你该去和你的正牌老公诉苦 而不是和我这个前任拉扯不清 听到我的话 李雪婷情绪有些激动 随后很快又平静下来 他得寸进尺地还主我的腰文元 你别阴阳我了 我知道这件事 是我做错了 我真的已经知道错了 我都追出来了 你还感受不到 我对你的爱吗 我垂眸安静地看了他一瞬 他对我的爱吗 不是的 他当当李家大小姐 从来都是别人捧着哄着的存在 是我的不断拒绝 激发了他想去征服的欲望 可他一旦得手 我就会立刻变成他实之无畏的存在 你老公正看着你呢 不去轰轰吗 让他一个正牌流露出这种令人心碎的神情 不太好吧 李雪婷猛地回头 佐子诚便上前抱住了他雪婷 别和他走 我们回家吧好不好 李雪婷 别再做让我看不起的事 既然选择了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 我继续补到李雪婷 从今往后我都不想再见到你 可能是我三番两次的拒绝 伤了他的自尊心 他推开佐子诚 改为跨着他的手臂 脸色阴沉地瞪着我 萧文元你真是给脸不要脸 我好生哄你的时候 你不珍惜 非要惹怒我 好啊 老死不相往来是吧 我倒要看看我们李雪公开不要的人 还有哪家企业敢用你 我回呛到那就走着瞧 李雪宴会上的闹剧 当晚就上了热搜头条 我手机号不知被谁泄露了出去 当天晚上 手机直接被想巴巴挂的记者们打到死机 我拉黑一批下一批紧跟着又打了进来 没辙的 我只好第二天大早去营业厅 注销了和李雪婷的情侣号码 世界终于回归清静 就在我打算消停生活的时候 李雪婷再次顾忌重施 他领的三辆车 把我所在的社区路口堵得死死的 威胁我要不跟他走 他就常驻车上不离开 现如今 我已不怕被邻里看热闹了 我只怕他如此大动静 会招来记者蹲守 到时候 我的清静日子就彻底到头了 我满腹怒火递上了他的车 见到我 李雪婷的眼底闪过一丝光亮 很快便归于平静 我还捕捉到了 不动声色地观察着他李小姐 您是不是忘了 那天说的话 今天还来找我有何贵干 我的态度疏远冷漠 他垂下眸子低声道文员 爸爸住院了 想见你一面 他没了那天晚上的嚣张气焰 我也就沉默着没再开口 一路无言到了医院 李富正面色苍白地躺在病床上 爸爸 李雪婷站在我身后半分 脚着手指轻声换道 嗯 李富淡淡应声 指着一个阴结就有着强烈的压迫感 我侧手看了一眼 头垂得更低的李雪婷 知道这些小动作 是他紧张害怕时的标志性动作 如果是从前 此时的我一定早已经牵起他的手 告诉他不要害怕 一切有我 可如今 我则是挪开脚步 大咧咧坐在真皮沙发上 毫不惧怕的 只是李氏当家人的眼睛 李总找我有什么事吗 开门见山的说吧 想必李氏股票大跌的事 萧先生依然知晓 今天请萧先生过来 别无他求 只希望萧先生和小女尽快完婚 李富说完 便捂着嘴不断咳嗽 虽然虚弱 但刚刚语气里的毋庸置疑十分明显 身边的护工上前给他顺杯 李雪婷想上前 但又不敢 目光下意识般求救看向我 我不动声色收回视线 淡淡开口 是不是阮氏为难李氏了 阮氏就是看上我能力 只愿和我签合约那家龙头企业 李富终于止住了咳嗽 萧先生是个聪明人 我笑了 我算是彻底明白了 李氏没有阮氏势力大 得罪了阮氏没路子去求和 又知道阮氏对我十分欣赏 便打起了我的主意 从始至终 我都是他们上位者的工具 毫无人权可言 萧先生意下如何 小女那可笑的婚事 我已经替他终结了 现在只要萧先生点个头 就能和小女幸福生活下去 李雪婷万分期待地看向我 眼睛里闪烁着泪光 我望着他笑 一字一句道 抱歉 我从不要别人玩剩下的二手货 话音刚落 李富便火气冲天地朝李雪婷制出水杯 没用的东西都是你作孽惹出的货 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心里没点数码 还敢在我面前张牙舞爪的李富 指桑骂槐 目光不断描向我 李雪婷的额头瞬间鲜血如柱 可还是扬着那张不满泪水的小脸 倔强地看着我 看见他受伤 我的心已经可以做到平静如水 我没有出生 只是冷眼旁观 随后冷笑一声 还不离开 李富从没被小辈如此忽视过 长期的优越感 此时被挫败感取代 他爆火地从床上窜起 口不择言地大骂 李雪婷第一次违抗了他父亲 只为追上我 他不断哽咽到文员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阻碍了 你真的不愿意娶我吗 知道就赶紧滚开 刚从他父亲那里 刚受了气 我正满肤怒火 文言 李雪婷痛苦地摇头 他扯着我的一脚 不断重复文员 你从来不会这样对我的 我们真的没可能了吗 我已经和他离婚了 我爱的一直是你 可我已经不爱你了 我不信我不信文员 曾经的你那么爱我 你都忘了吗 李雪婷整个人都很激动 他歇斯底里地和我对峙 我敏唇看着他 你也知道那只是从前 我爱的人在我心里已经死了 我的话就像一根刺 深深地扎进李雪婷的心中 他痛苦地捂着头 一直念着不是的 我耐心已经彻底告庆 没心情听他忏悔 猛地推开他就要转身离开 李雪婷摔倒在地 在我身后放声嘶吼哭喊 我紧促着眉 大步离开 那天之后 我便和李雪婷断了联系 我没特意关注李氏的动向 但还是在电视上看到了有关李氏的最新消息 为了安抚震怒的阮氏 李氏赔付了高额违约金 所以只能裁掉一大批老员工减少开支 一时间 阮氏上下怨声载道 有关李氏的负面消息如排山倒海般涌来 如果不是李氏有根基在 那在这次危难中差点就要不复存在 我没什么感觉 一切都是李雪婷自作自受 就在我躺平够了 决定出国深造时 阮氏不知从哪知道了我的电话号码 阮氏高层亲自打电话 朝我抛出了橄榄枝 说不心动是假的 但考虑到如若入职阮氏 说不定哪天就又要和李雪婷打交道 我便回绝了阮总的好意 我联系了大学时的恩师 咨询了出国的相关信息 恩师知道 我想出国深造时有些惊讶 后又惋惜我当初错过了入职大厂的机会 最后又安慰我现在努力也不晚 文元 你是个好苗子 以后的成就一定比我高 教授如此评价我 我也很给恩师争气 一次就通过了地域极难度的入学考试 被国外的长青藤学校录取 恩师高兴地联系了我这届的所有同学 要大摆宴席宴请大家 我和李雪婷就是在这场同学聚会上再次相遇的 再次见到他 我整整愣了一分钟没反应过来 还是李雪婷先开口打破了沉寂 文元 好久不见 他走了过来 对着我仰起笑脸 可那笑容却怎么也不搭眼底 我抿抿唇 垂眸看他不知如何开口 他看到我打亮的目光 自嘲一笑 现在的我一定很丑吧 也不是只是看起来有些憔悴 我实话实说 可能是最后那天 我对他的态度太过恶劣 所以此时的我平静地对他说话 他却突然红了眼眶 文元我以为你连一句话都已经不想再和我说了 他闷声开口 向我迈进了一步 我不是的后退 微微促起眉头你想多了 只要你和我保持距离感 我不介意和你继续做老同学 我躲避的动作令李雪婷定在原地 他眼里流露的悲哀快要把人溺毙 我突然感到心烦叙旧就到这吧 快进去吧 教授已经到了 我丢下这句话 便先一步进了包房 在众多同学的祝贺中 我渐渐有了醉意 酒过三巡 教授推托不胜酒力便先行离开了 大家都明白 教授这是在给我们这群好久不见的年轻人放开狂欢的空间 大家聚在一起 天南海北地念着 渐渐地大家的话题 便从天南海北引到了我身上 我笑着一一回答 可当大家提起我和李雪婷是他们公认的金童玉女时 我还是没忍住冷了脸 我端起酒杯 遥空向李雪婷敬酒 雪婷是李氏千金 是我配不上他 但我依旧要感谢他 雪婷真的很好 是他教导我如何做个独立的男人 我一饮而尽 随后扯开话题 大家聊点别的 别让我们笑话感到不自在了 知道我们分手的人不在少数 看见这气氛不对 都笑着打哈哈配合着我扯开这话题 可个别追过李雪婷 不知道具体情况的人 还在一个劲地窜夺我们两个做情侣游戏 见我放下酒杯不再大茶 李雪婷替我解为文员今晚喝的有点多了 游戏先不做了 咱们就随意聊聊天吧 大家还在不依不饶 李雪婷也在大家的催促下来到我身边 不知谁推了他一把 他直接扑入我怀 我条件反射地弹起身 李雪婷却眼疾手快地缓住我后脖梗 他眼神求救般看着我 同学们在一旁起哄亲一个 他就真的朝我的唇腹上来 千钧一发之际 我的忍耐到了极限 我掰开他的手指 后退一步和他拉开距离 脸色阴沉到够了 李雪婷别人不知道咱俩什么情况起哄就算了 你也不清楚吗 文员李雪婷咬着下唇 可怜巴巴地看着我 我没理会他 转过身对所有人说到我和李雪婷早就分手了 分手原因是他背着我和别的男人领了证 在众人震惊的眼神中 我再次开口抱歉 我有点喝多了 今天就先走了 这窒息的空间 我再也待不下去 推开门 逃一般的跑开了 我从没想过李雪婷会变得这么难缠 我竟开始怀念曾经那个对一切都高傲逆时的他 李雪婷你有完没完 我停住脚步 烦躁的开口 你这样追着我只会让我更讨厌你 他眼泪不停地流 小声开口文员 我知道你要出国了 也知道我留不住你了 我只是想趁现在还能看到你 再多看几眼 我闭了闭眼 咽下所有情绪 相对平静地开口 佐子诚的朋友圈 我看到了 你们不是已经和好了吗 也一起去了我们曾经约好要去的地方 真的挺好的 我祝福你们 不是的 李雪婷激动地朝我跨进一步 在意识到我神情再次冰冷下来后 他垂眸又后退了一步 我和佐子诚已经彻底结束了 他没生病 他是骗我的 是我的错 一切都是我的错 文员 我真的后悔了 他无声地流着泪 肩膀不停地抖动 如果时光倒流 我定然会帮他拥入怀中 柔声安慰 可惜 往事不可追忆 李雪婷 我已经不在意这些了 放过我吧 也放过你自己 我出国那天 这座城下起了雨 我拖着行李箱走进机场 雨光里再次看到了李雪婷 他全副武装 跟在我身后不近不远的地方 我轻叹了口气 走进了休息室 他就坐在我身后的位置上 透过墨镜静静看着我 我装作不知道 戴上耳机安静等着登机 临行前 我接到了一通意想不到的电话 李总 肖先生不用这么见怪 称呼我为李伯父 是不是更亲切些 李父的语气 没了前段时间的锋芒 我扫了一眼李雪婷 随后淡淡开口 我们没有那么数 还是称呼您为李总更礼貌些 听到我的回答 李雪婷钻紧了身上的白裙 余光里看到了李雪婷的小动作 我没什么反应 依旧淡淡开口 李总有什么事 就直说吧 电话那头突然安静了下来 随后便想起了李父的一声叹息 肖先生 如果我现在和你道歉 你是否能给雪婷一次机会 我刚想开口 却被李父打断你先别急着拒绝 先听我把话说完 你和雪婷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承认我之前一直看不上你 但我也从没从中做梗过 雪婷从小娇生惯养 我一直认为她对待你们那段感情 就是玩玩而已 毕竟你们不是同一个社会阶层 可这孩子自从和你分手后 便一蹶不振 后面身体也开始出现问题 我作为父亲真是看在眼里 痛在心上 如果我曾经的做过的事惹你不悦了 那我在这和你真诚道歉 只希望你能看在你们往日的情分上 再给雪婷一次机会 我把手机打开免提 同时站起身对着李雪婷 李总 小李总 既然如此 那我今天就再次说明 我和李雪婷从此以后除了陌生人 不再有任何关系 我走的那天 李雪婷哭晕在了机场休息室 她摔倒时摔掉了墨镜 露出了娇好的面容 所有男士争先恐后地上前去查看她的情况 我见此扇了手机屏幕上的急救号码 拖着行李箱离开了 直到排队登基那刻 我一颗心还是不安稳 总怕李家妇女再次纠缠上来 直到我坐在飞机座位上 那颗不稳定的心才终于落回肚里 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 我终于感到了一丝轻松 飞机落地后 我呼吸着国外的空气 突然有些想要落泪的冲动 吸了吸鼻子 我忍下心中的那些不安 笑着朝街机的学长走去 在国外的日子里 我投入了紧张的学业里 心中的那些杂念 彻底被繁杂的课程取代 如果不是那天深夜 我接到了一通跨越大洋的电话 我都快把李雪亭这个人 彻底遗忘了 为是肖先生吗 李雪亭女士已经于刚刚离世 她去世前让我一定要联系到你 她让我转告你 文员 下辈子 我一定不会再错过你 电话中断 我只恍惚了一瞬 关机后 便再次投入了梦乡 天坑 我就只虽然 你 我又有与你 都不论